到底要我們做什麼 請各位第一個先把108題的題目先打開 長得就像這樣子 這邊有year year的話是什麼呢 應該是他的生日還是怎麼樣 哪一年出生還是怎麼樣 哪一年度的比賽的樣子 冠軍是誰 他的成績18棟 然後36棟 54棟 72棟 然後呢 各式最好的成績大概多少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把它修改一下 改成什麼樣子呢 類似像這樣 第一個 各位可以看到 他其實就是要我們這樣 在這一個 18棟 36棟 54棟 72棟中間加一樣的東西 加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你必須要插入一列 但你會發現奇怪不對啊 插入一列 那這個地方怎麼辦呢 所以你會需要怎麼 先插入一列之後 那A藍跟B藍 它本來是分開變兩列的話 那你要把它合在一起 那要怎麼合在一起 其實剛剛有用過 就是這個東西 叫做跨藍至中 OK 然後呢 加上這個之後的話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做底下這個 這個圖表怎麼做 我想這個圖表 我們之前有做過啦 那只是說呢 這個圖表 怎麼讓它顯示出來 最後的話呢 最後這個 74棟 這邊需要做出的效果 跟前面不一樣 而且要統計出這裡面的 到底有幾竿 低於標準剛幾竿 這個地方必須要把它計算出來 那題目裡面有交代 該怎麼做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 先開啟那個108題的那個練習題 就這個 裡面當然空空的 那請各位呢 逐步的按照題目的要求 大概試著做做看好了 比如說這邊有1到6 總共1到7 裡面的話總共有7小題 那我需要做什麼呢 第一個 在第一列與第二列中間 插入一列 然後分別輸入這三個東西 那怎麼做 我想各位先看一下題目 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OK 然後逐步來看 第一題它要做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 第一列跟第二列中間插入一列 並且在C2到12 總共123 四個地方輸入這三個資料 那怎麼做 首先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第一個 第一列跟第二列中間 所以在第二列 按右鍵 這邊有個所謂的插入 那插入的話 它會在這個中間插入一列 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在第一列 跟第二列中間的話 插入一列 就按在第二列插入 這個時候就會多這個空白列 然後在這個 這個地方有沒有 輸入三個東西 這個也輸入三個東西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先把這個先輸入好了 就是Score Position 在Leader 那這三個東西的話 分別輸入在這三個地方 那你在Ctrl C 再貼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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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是說呢 分別在18 36 54 72 下方 都輸入三個東西 再來做什麼呢 合併 那合併什麼意思呢 就是把這兩列 變成一列的話 很簡單 Ear選起來 選擇 跨欄至中 Champing也是一樣的 跨欄至中 然後呢 這個也是把它跨欄至中一下 這個也把它跨欄至中一下 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把它 跨欄至中 OK 然後 72也是一樣 三個 這三個都把它跨欄至中一下 那 這邊 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其實就完成第一題跟第二題了 所以其實他剛剛講的 就是類似這邊 總共有三個 輸入這三個 分別在他下方 有三個儲存格 輸入這三個東西 那分別的話 做合併 把A1 跟 A1跟A2 把它合併 那實際上就是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我剛剛這兩個 A1 A2 就是Ear部分 這兩個 然後把它合併 然後這個也把它合併 這三個把它合併 這三個合併 OK 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第一跟第二題了 應該沒問題吧 不過題目寫的 會感覺Hard很複雜 不過實際上就是要做完這些動作 再來第三個做什麼 設定72動的 那個Leader的欄位公式 是什麼呢 Score減掉72乘上4 這個我有點搞不太懂 不過也許是72動 是不是要打4次 然後呢 它的紀錄 減掉4次 是不是低於那個標準 沒有 我不太清楚了 如果有打過高爾夫扯的同學 應該 或者你Google一下 高爾夫扯的規則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說我今天 要把這個公式加上去的話 那我就直接怎麼樣 在Leader這個下方 做什麼呢 做游標放在這裡 等於什麼 等於它的Score 它的紀錄有沒有 再減掉呢 72乘上4 那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因為它一定是先乘除後加減 所以一定是先把72乘上4之後 再來減掉 所以這個地方你不用刮 因為它本來就一定會先相乘 之後再來減大勾 那就是低於標準肝 可能這個應該是低於它的肝數 有4肝 所以底下的公式都一樣 所以把它點兩下 自動幫你完成了 這樣子的話呢 就完成這個題目要的第三 第四的話做什麼 所有的列 的列高都是在25 那怎麼樣所有的列高 列高的調整其實非常簡單 比如說這一列要25的話 你選這一列按右鍵 這邊就有個什麼列高 但是它要的是所有的列 那所有列怎麼去調整 很簡單嘛 你先選第一列 再往下捲動 找到最後一列 75的按shift鍵 shift指的就是 所有的啦 選取 反正你先選頭 再選尾 那這一招其實還蠻好 反正shift就連續的意思啦 連續選取 然後再來按右鍵 列高多少呢 按右鍵 點一個列高 輸入到25 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呢 所有列高就會通通都是25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第四個動作就完成了 OK 所以呢 我們先完成到第四點 等一下再看第五點以後 這個地方呢 框線部分的話 內框線最細實線 外框線是什麼呢 次出實線 所以一般是這樣做法 一般如果說你要框線的話 那一樣第一個也是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一樣先選A1 那移動到最下面的 右下角這一個 N的最下面這一個 N藍的最下 按shift鍵 一樣按shift鍵 把它做選取 那選取之後的話呢 我比較習慣喔 框線部分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用這個 這邊有一個框線 當然呢 你所有框線 有沒有 如果你所有框線 你用預設點下去 就是最細框線 最細框線的話呢 直接點下去 這個時候 所有的框線呢 通通會是最細框線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外框線 要是次出框線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再點一下什麼 點一下這個 就是先把所有的框線 變成細框線 那所有框線變細框線之後 再把外框線 改成出的框線 這樣會比較快一些些 所以這邊的話 再點一下什麼 點一下這個 出外框線 點一下 OK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不過如果說 你不太知道說 到底最後的結果 大概是怎麼樣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用那個什麼呢 用那個列印的方式 預覽列印的地方 你可以再把它看一下 比如說在那個 檔案這邊有一個 我印象中有一個就是 就是列印 列印裡面有一個 預覽列印的功能 你可以再把這個地方 大概預覽一下 看一下 效果是不是如你所要的效果 那如果不是的話 你可以再做一個調整 可以在檔案裡面 稍微做一個調整 這邊有個檔案 裡面有個預覽列印 OK 所以剛剛是從這個地方 先所有框線 再次出框線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再來就是 我們就完成這一點 再來就是 第二列的 與第三列中間 為什麼 雙線 那雙線 各位注意 第二跟第三 那我可以選 第二的下面 或者是第三的上面 那我可以怎麼做 第一個先把 我剛才把一二列這個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的話 特別注意 一二列選起來 記得喔 不是這樣選 是把這樣選起來 再來選什麼 選這邊有一個什麼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地方 各位可以找一下 底端雙框線有沒有 也就是說我針對這個範圍 那我這個範圍 我把底端 因為我選取的範圍裡面的底下 加雙框線 所以選取完之後的話 你再到這邊點一個什麼 底端 底端的雙框線 那點完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個時候 底端就會是雙框線 就完成我們要的第二個效果 再來的話 設定什麼呢 設定18 36 54 的什麼 Leader欄位 然後呢 設定 這個格式化條件 做出來類似像這樣子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OK 那就是 18 36 54 這個地方 Leader就下面這個地方 做什麼呢 那就是 把這些呢 設定格式化條件 那這個格式化條件的話 比較簡單 就選完之後 就把它設定化 這個條件就可以了 所以怎麼 第一個先把那個 我們要設定格式化條件的範圍先選取 選這個 按Ship鍵 按Ship鍵 這樣就把18選完 可是問題 36怎麼選 記得按Ship鍵 因為我要多選 不然我要做三次 那選 這邊就往下拉 當然如果說 你往下拉 你可以把這邊有個放大縮小 我的習慣有時候 乾脆把它縮小一點點 這樣來選可能會比較快一些些 因為你縮小之後 再來選 就可以選的 先把這個選起來 按Ctrl鍵 然後呢 再 把這個 這個選取 按Ctrl鍵之後 再來特別重要 這個時候Ctrl鍵按住不要放 然後往下 這個範圍第二個範圍 第三個範圍是54動的這個Leader 按Ctrl鍵不要放 往下 這樣子 不過 可能有的時候 會比較不好選 所以最後再把它放大一下 當然如果你沒有縮小 你可能更難選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範圍太大了 再來做一個設定格式 條件 裡面有個什麼 圖式級 那各位可以看到 那個箭頭的話 請各位選這一個 它要的是一個什麼呢 五件號 題目是不是要我們選這一個 看一下題目的說明 五件號 就這一個 所以你就選什麼 選好設定格式號條件 然後圖式級 選這個五件號這個 點擊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最後的結果 各位可以看一下 18 三十六 五十四 就是這個效果 OK 那完成之後的話 再來七十二 七十二Leader的地方 它要三旗幟的圖式 但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最高百分之十 這個是要大於百分之九十的 最低的百分之十是紅色的 所以這裡的話 特別是比較特殊 最後七十二竿的這個地方 那選一樣 你就把它選起來 按SHIP 這個比較簡單 選一個範圍就可以了 第二個的話 設定格式號條件 剛剛這個圖式級 直接選這個 不過 當然它這邊也有 不過它沒有辦法 直接點選 它的條件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請記住選什麼 其他規則 其他規則之後的話 再選什麼 選這個 往下找 圖式級裡面 然後裡面找什麼 找這邊底下一樣 找到我們要的那個旗幟 旗幟之後的話 然後這邊這個 再來做什麼 當時為大於百分之多少 所以這邊是九十 大於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九十的話是這個 然後大於百分之十 如果是大於等於十的時候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圖式 所以九十 十 我看一下 這地方 大於等於九十 小於等於十 看一下是不是小於等於十 所以這裡的話 把這個地方 一個條件 兩個條件 這個是小於十 OK 改一下 這邊大於 沒有等於 後面改成百分比 按確定 那這樣的話 就完成這個旗幟的部分 它只是一個range 範圍是多少 OK 接下來的話 最後還有一個是綠色 把這個 其實就是把第一列 跟第二列 上個顏色就好了 顏色部分的話 它要的是 我看一下 這個地方 是要的是一個淺 淺綠色 所以你把這個放的第一個選起來 在油漆桶的地方 改一個什麼 淺綠色 點擊下去 OK 那這一題的話就完成了 OK 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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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